我们第七个作业是要做Supervised Learning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做Auto Encoder 上课的录影里面已经有讲过Auto Encoder了 今天这一堂课要讲的是Auto Encoder尽能来提一些过去没有讲过的新的技术 我相信大家对Auto Encoder应该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多做描述 大家都知道Auto Encoder里面就是有一个Encoder 然后这个Encoder是一个Input 然后就output一个Vector 有时候我们叫这个Vector叫做Embedded 有时候我们叫它Latent Representation 或者叫它Latent Code 那你会有个Decoder 这个Decoder把这个Vector吃进去 然后试图还原原来的输入 在续练的时候你就是要Minimize Reconstruction Error 也就是你要让Encoder的输入跟Decoder的输出越接近越好 那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为什么一定是Minimize Reconstruction Error 有没有其他的做法呢 那第二部分讲的是怎么让 因为通常Encoder的Output就是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我们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希望能够让Encoder自动Output出来的东西 能够更容易的被解读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讲起 第一个部分我要讲的是说 为什么是Minimize Reconstruction Error 有没有其他做法呢 那我们现在想想看 我们现在回归一开始的初衷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Embedding 我们期待这个Embedding 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期待这个Embedding 它是具有代表性的 它可以代表原来Encoder的那个Object 看到那个Embedding 你就可以想到原来的Object 比如来说今天如果你看到耳机 你就会想到39 你不会想到其他人 你去商店跟店员说我要买39的耳机 他就知道要拿哪一款给你这样子 所以今天你看到耳机 你就想到39 你会知道耳机跟39是一对的 不知道39的我还是解释一下好了 39最近在学做面包啦 后来他也学做了披萨 然后他就开一个披萨店 电话就是3939889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39 39跟耳机就是一对 所以你看到耳机 你就不会想到一花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Encoder 这个Encoder吃一张图片 它就奥布一个Embedding 比如说吃39的图片 它就奥布一个蓝色的Embedding 吃凉公寸的图片 它就奥布一个黄色的Embedding 因为它有耳机蓝色的 所以它代表它的Embedding就是蓝色的 然后凉公寸的这个法带是黄色的 所以代表它的Embedding就是黄色的 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Encoder 给它Image就可以产生Embedding 我们如何知道一个Encoder 它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如何知道这个Encoder 它梳带的Embedding 对这个图片是有代表性的 还是没有代表性的呢 我们这边要训练一个Discriminator 那假设你不熟悉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假设你不熟悉Gent这个技术的话 因为这堂课还没有讲过Gent 假设你不熟悉Gent这个技术的话 也许Discriminator 这个词会对你来说有点陌生 但你这边就想成说 我们训练了一个Binary Classified 我们确实就是训练了一个Binary的Classified 跟我们之前在课堂非常开始的时候 讲的什么Logist Regression是一样的 它就Binary Classified 这个Binary Classified 它是一张图片 是一个Embedding当作输入 它的输出就是这张图片 跟这个Embedding 它们是一对的 还是不是一对的 那你在训练的时候 当然这是一个Binary的Classified 所以你要提供给它训练资料 去训练这个Binary的Classified 你把这个encoder 它原来的图片 跟它输出的Embedding 凑起来 就说这样是一对 然后告诉这个Binary的Classified 说看到图片 跟它原来的Embedding 当作Input 看到这样子的一组东西 你就要回答Yes 它们是一对的 那我们现在呢 把图片任意配其他图片的Embedding 就是三九它本来output的Embedding是蓝色的 现在我们故意给它配两公寸的Embedding 两公寸的故意给它配三九的Embedding 那跟机器说 这些是negative examples 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就要说No 你就要说它们不是一对的 然后你有这些训练资料 你就可以训练个Binary Classified 看到一张图片看到一个Bedding 它告诉你说 它们是一对的 还是不是一对的 那你知道说要训练一个Binary的Classified 你要定一个Loss Function 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讲说Binary的Classified 常用的Loss Function 就是这个Binary的Loss Entropy 所以我们有了训练资料 你就可以写出一个Loss Function 接下来就训练你的Binary Classified 去Minimize你的Loss Function 那假设现在这个Binary Classified 它的参数 我们用Binary表示 我们用Binary表示 也许我同学会突然想到 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突然有牙齿了呢 就是我看大家都突然头喊起来 这个就是装了一个零食的假牙啦 我觉得装了零食的假牙以后 讲话有点不方便 希望牙不要掉下来 这个Binary Classified它的参数叫做Phi 那在我们训练Binary Classified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事呢 我们就是先订好一个Loss Function 这边写作Ld 然后我们去调Phi的参数 希望可以minimize这个Loss Function 那我们假设训练完之后 我们找到的那个最好的Phi 才可以达到的最低的Loss Function 我们叫做LdStart 那我们有这些训练资料以后 我们就TuneFind去minimizeLoss Function得到LdStart 如果今天LdStart得出来的值很小 也就是你这个训练的结果很好 那就代表说这个Embedding 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们训练可以轻易地判断出 这些Embedding就是一对 这些Embedding就是一对 这些Embedding不该是一对 这些Embedding不该是一对 这个任务非常容易 所以你的Binary Classified 轻易地就可以得到很低的Loss 它这个就是一个好的Embedding 那反过来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很差的Embedding 它Output出来的Vector 都是灰色的 那39的Embedding 跟梁公春的Embedding 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把39的Embedding 跟梁公春的Embedding做的交换 对Discriminator来说 对你的Binary Classified来说 这些positive example 应该说yes是一对的example 跟这些nextive example 应该说不是一对的example 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训练以后 机器就要发现这个问题非常的难 所以它的Loss Function的值就很大 所以它的LD star就很大 那LD star很大 LD star这个值很大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个意味着说呢 这个你产生出来这个Embedding 它不具有代表性 机器很难判断说 一个Embedding跟一个Image 它们到底应该是一对的 还是不是一对的 那藉由这样的想法 你就可以训练一个新的训练 这个Encoder的方法 就我们过去训练Encoder的时候 你是要去minimize Reconstruction Error 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可以训练一个Binary的Classifier 去评估一个Encoder 是好还是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调Encoder的参数 去让这个Encoder进行学习 使得它用我们现在评估一个Encoder好坏的方法 在这个评估的标准下 它可以得到好的结果 那我们今天既然评估的标准 试试看LD star 我们说LD star越小 代表这个Encoder它越好 那我们今天训练Encoder的目标 就变成要去minimize 就变成要去minimize LD star 但能够让LD star小到什么程度 这个结果就是LD star 所以LD star它是 找一个fine去minimize 这边有一个LD star 我们知道它是找一个fine去minimize LD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项拿下来取代LD star 就变成这样 那我们要同时找出一个最好的Encoder 跟一个最好的Discriminator 它们一起去minimize LD 这个loss function 那这一招啊 其实被用在这个Dip InfoMax 被用在Dine 这篇paper里面 Dine这个技术呢 它是这个iClear 2019的一篇paper 那这个Discriminator也可以任意设计 这个Discriminator给它不同的loss function 那训练出来的结果呢 会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这边说呢 当我们要训练Encoder的时候 我们是一起Train Encoder 跟Discriminator 去minimize LD这个loss function 那其实这件事啊 就好像是我们一般在Train 一般的Auto Encoder的时候 我们一起同时Train Encoder 跟Decoder 去minimize Recontraction Error 原来我们所熟悉的Auto Encoder 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framework 就是我们说我们其实去训练一个binary classify 这个binary classify 去看说这个encoder好还是不好 其实Auto Encoder 可以看作是刚才那个叙述的一个special case 怎么说它是一个special case呢 今天在一般的Auto Encoder里面 我们的Discriminator在哪里呢 我们说我们的Discriminator 也就是binary classify 它就是吃一张图片 吃一个向量 然后up一个分数 代表说这个图片跟这个向量 它们应该是一组的 还是不应该是一组的 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Discriminator里面的内容的架构 把这个Discriminator的运作的过程做一下设计 那我们刚才讲的 加三个binary classify的训练方式 其实可以 你就可以说过去的Auto Encoder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训练binary classify的一种特例 怎么说呢 我们的Discriminator 假设它的运作方式是这个样子 我们有一个decoder 有一个navo 我们把它叫做decoder 它先把这个vector吃进去 然后呢 它会output一个 跟这张input image大小一样的matrix 然后接下来呢 你再把这两张图片做相减 计算它们之间的差异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Discriminator做的事情 这个Discriminator的输出 其实就是这个reconstruction的error 也就是说 在原来typical的Auto Encoder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一段 就当作是一个binary的classifier 而reconstruction的error 其实就是那个binary的classifier 它输出的数字 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给它image 跟它的一个vector 跟它输出来的这个embedding 然后我们说这个image 配上这个embedding 它output的reconstructionerror 应该要越小越好 不过在typical的Auto Encoder里面 我们就没有考虑negative的example 那在我们刚才讲的更general的模式里面 我们有positive example 有negative example 那在typical的Auto Encoder里面 我们只考虑negative example 在typical的Auto Encoder里面 我们只考虑positive example 我希望positive example output的reconstructionerror 这个positive example 丢进我们今天所谓的特别的discriminator里面 output的这个分数 也就是reconstructionerror的值 越小越好 好 然后这边大家有问题要问吗 好 那这个就是一些 这个就是在Auto Encoder面向上 一些新的想法 但是